您看一下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 不管是虛擬還是現場即時的 都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呢 我先把這裡關掉 假設我要開始錄影 您看右手邊 有沒有叫開始錄製 當然如果你是要直接串流出去的 就按這裡 可是串流還要做一個設定 也就是有沒有同學或老師有玩過串流 沒有 你如果有用的話 他會要求你輸入一個金鑰 就那個代表是你嘛 所以他有一串數字跟那個英文 就好像我們的軟體序號一樣 你把它複製起來 他貼到他的設定裡面 這樣子當你按開始串流的時候 他就真的透過你的Facebook 或是YouTube 就直接把你串流出去 你就真的上電視 這樣了解齁 好 那我們這個我們先不做串流 我們做錄影嘛 就教學錄影 所以你可以按開始錄製 這個時候他就開始錄了 那麼錄下來的時候 他預設是什麼格式 FLV 有沒有老師知道FLV是什麼格式 不是YouTuber Flash Video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Flash不行了嘛 對不對 對啊現在Flash不行啊 你有沒有發現新的流感器 現在有Flash的內容的時候 要點一下啟用 你才看得到嗎 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可以做轉檔 所以假設我現在做好了 我們要停止錄影 好 那我怎麼知道放在哪裡 你到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顯示錄影 還有一個叫重新封裝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地方會打開 打開中管 告訴你錄影檔放在哪邊 萬一你電腦不能播這種FLV 你就把它用重新封裝 他就幫你變成MP4 這樣了解 所以我先打開給你看一下 顯示錄影 有沒有看到一個FLV 那因為我這邊電腦有裝那個Player 所以他可以直接播 那我們如果不行 我就從這邊重新封裝 你告訴他你原本的檔案在哪裡 開始封裝 很抱歉 來不及喝咖啡 一下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的對不對 我重新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的 兜兜兩下 哇 有新版本 關閉 取消 怎麼那麼 這樣了解嗎 因為那個影片是有聲音的 那是影片 這樣是不是就進去了 這樣有簡單嗎 虛擬攝影廠自己辦回家路 你只要負責 以後我就負責賣藍木跟綠木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就上網賣藍木跟綠木 然後曬一下 自己去大賣場自己買 哈哈哈哈 這樣簡單嗎 好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就可以很好玩 那當然如果老師你有需要 比如說你的簡報對不對 你用PowerPoint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視窗 就是你的PowerPoint投影的時候 就開始播放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視窗 你就從這邊去選 欸我要抓哪一個 哪一個視窗 比如說像我這邊有網頁的視窗 因為這個 這裡 看一下 這個視窗不行 會不會download 這個不行 就是 如果我直接抓這樣 這個也會不行 但是 您可以直接抓您自己 就是那個 投影片的那單一個視窗 這樣就會把你投影片的內容 就放在裡面 你就在裡面做講解 喜歡怎麼講 就看您自己的 就是上課的一個就是習慣 當然我剛剛講過 OPS有沒有提供剪接功能 沒有對不對 所以說 錄好了 可不可以拿這裡剪接 可以 如果我要補到這一段 你應該知道 我就從這裡 我的影片 是不是又拉進來了 有沒有拉進來 所以 長長短短隨便理解 這樣不就OK了嗎 那我們80%的 最後 因為剛剛好像沒有講怎麼輸出 對不對 怎麼輸出的部分 所以我這裡補充一下 自己補充一下 了 谢谢大家